比利时19岁的少女飞行员罗瑟福德 她独自驾着超轻型飞机环游世界 14号来到台湾 防疫人员还送上了一杯珍珠奶茶欢迎 不过却让台湾的飞友很不以为然 由于她驾驶的轻航机在台湾叫做超轻型载具 只能限定小区域的飞行 不止无法飞进正式的机场 也不能经过台北101还有清泉岗空军基地 因此质疑了民航局势标准不一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解释 这架飞机并不是超轻型载具 飞行过程也跟航管有保持联系 没有违规 19岁比利时少女开着超轻型飞机环游世界 14号下午更飞来台湾停留一晚 信航空迷高度关注 不过只有台湾飞友不以为然 质疑民航局势双重标准 有网友抱怨比利时少女驾驶的轻航机 台湾叫做超轻型载具 只能限定小区域飞行 也不能飞进正式机场 甚至调出他的飞行路径 不只经过台北101 还经过台中市区上空清泉岗空军基地 这部网友炮轰 外国人做一样的事 在台湾就差很大 根本打脸民航局对国内轻航机的规定 莫非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 这架飞机它有在国外有注册 都有经过市场认证 在它的标准的航空系 对此有飞行专家表示 比利时少女开的轻航机 在国际上有注册认证 而且在市区飞行并非乱飞 而是为了避免接近其他民航机 进行避让 争议稍到周农部部长王国才也说话了 由于台湾地下人愁 航空管制相对严格 如今比利时少女驾驶轻航机来台 已让国内轻航机的开放问题 掀起讨论 记者纵不倒